第十一面,第五项 花时间等候神,花时间尽时祷告,花时间找出神在你生命和事奉中的最高旨意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归在教会祭坛前向主说,主我,我已经等候你等候十年了 他回答我说,不是,乃是我等候了你十年,我等了你决定好顺服我,我等你决定好做我吩咐你的事 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上帝又在等你啊,等你也等你,是上帝在等我们比较多 比,耶稣在异象中向我显现说,当你离开你之前的教会,进入我预备给你第二磨炼阶段,我在等你 我很惊讶,我回来侍奉岗位五年了,我说,主,这五年来你祝福我很多 他说,的确,我尽我所能的祝福你,我祝福你讲得到,那是因为我的,那是我的磨炼 这并非,并不代表我尊容你 所以你刚才讲道,你讲得很好,不,人家说,哇,你讲得很好,那不是你了 那是因为上帝高默祂的磨炼,不是你讲得很好 然后他对我说,许多传道人活着,并且事事没有完成我为他们预备的,他们因而找死 真的,我看太多传道人,他没有完成上帝的旨意,上帝帮他受兵 看太多了,上帝要他去做,他没有完成,他没有尽忠去做,上帝提早帮他受兵 他没有完成,不是因为他完成,不要以为说他们已经完成了,上帝把他借走 就是因为他没有借走,上帝把他召回,由别人来,不要让他捉取得逃取 真的,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所以我领肯做上帝喜业的事情,不是做人家喜业的事情 人喜不喜业,不是很重要 反正,一天我们也是要站在上帝面前审判他 那意思是说,要做到老,老的时候才能完成 那你看啊,我想忠信,有些人忠信 有些人,有些人,掉耳朗档,有些人毫无目睹地的 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每五年你看到他一直在换 他说,上帝又带领他去那里,然后上帝又带他去那里 之前算不上帝带领你吗? 现在上帝有这样一直在换吗? 其实是他本意来的 ok ok,然后读到哪里 看到没有,倘若你没有走进神的心意里 你让魔鬼有机可乘 如你没有活在上帝的旨意里 很难让你要求神为你预备的 ok,活着又死了 我思考这些年,我也跟他们一样 有人说,上帝将你例外了 没有,他什么都不做 直到我寻求他的面 他永不动摇 他对我,他没有对我说什么 是我们要找 是我们的责任找出上帝要你做我的事情 而不是等上帝吩咐你去做我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部分,我们的责任 ok,C,向神敞开 假如你想识回应别的呼召 或者转换工厂 上帝会让你一直这样下去 离开了上帝旨意而死 上帝不会拦住你的 因为这是你的责任找出上帝的旨意 上帝你要做什么? 上帝要你做什么? D,假如你失去上帝的旨意 你做什么都不对劲 就像穿着握着洗脚一样 你试过吗? 试过啊? 穿着握着洗脚啊? 试过啊? 哇,给过了 所以,当你离开上帝旨意的时候呢 你就有这样的感觉 怪的,不对的 为什么穿着握着洗脚 就是这样的感觉 ok 不要因应站错岗位 我想最大的拦阻给传道人 是赏识站不对的岗位上 很多人活着又死去 却从来不成留意 错的岗位赔上代价 芬妮是自初其教会以来 最伟大的灵魂抢救者 寄不到家 她在八十岁时 她写着 我知道很多属灵的事情 甚至神奥秘的事情 多过我传讲的事情 倘若我教导这些事 我将是去拯救灵魂的人 为什么她知道又不能教呢? 当然她可以私底下 谈论这些事情 但她没有公开教导她 因为这本不是她的护照 她让教师或别人去教 她的护照是传福音 她的工作是拯救灵魂 假如她硬硬踩过界 她就不能祝福他人了 分离一辈子她很清楚 她救灵魂 所以她能够一辈子救一百万灵魂 她朝着上帝要她的目标 她不是不懂得属灵的原则 不懂得属灵的奥妙 她可以教的 但是她不要浪费去教 教师的职份由别人去做 她可能会做 可是她不是上帝要她做的 你看很多人 散失去做别的东西 那今天护照是这样 护照我可以看 有些人没有护照 硬硬去回应了这个护照 自逃古之 有些人上帝有护照她 但是时候一到 她提早去印了这个护照 也是捶回条 然后有些人上帝明明已经护照她 迟迟不进来护照 这也是捶回条的事情来的 另一种人上帝护照她 在这个岗位她去 去回应别的护照 去回应别的护照 这也是一个问题 这是我看护照的 很多人为什么在护照那边 盘旋 一直在那边 纠缠不能出来 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些东西 我部分的护照是做教师 我借着教导 让人信主多过传讲 布道信息 因为这是神要我做的事 你会从我身上里看到 很明显看到 我有教导的恩赐 我教导人家来信耶稣多过我去传讲 年轻时候我try to be somebody 我用Bernie Hin的道 我用谁的道来去讲 没有不需要的 同样的道 她就一百十万人 同样的道 我连一个人都不能救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的 我们不能偷人家的恩告 但是我在教导人的时候 我借着教导 我能领人家信耶稣 这是我的恩赐 这是我的护照 这是我的恩告 所以我必须要认清 我不要try to be somebody 你也不要try to be up 李牧师 你不是他 第三 因应站在不对的岗位 会毁掉你和你的生命 A 上帝的物要归还于上帝 在旧约时代 如果不是大祭司任何人 擅自闯进自身所 他必死无疑 他会被耶和华击死 B 玩弄生物是相当可怕的 C 呼召是神圣的 D 五重知识是神圣的 建立品格 上帝对蒙召分别为圣的人比较严厉 对的 所以 我对传道人 我对传道人和会友是有分别的 不同的待遇的 如果你要我对你 松一点 你做我会友 你不要做我的同工 OK 常常设立正确的榜样 在人面前要诚实 建立崇高的地位 正确的人 你是上帝的仆人 你是上帝君尊的祭司 不要做到自己好像Galabi这样 因为你是对上帝交代 不是对人 你可以做到你的 你有些的举动 你会怕人家跌倒 假如蒙召作五重知识的一员 你要尊重你的智慧 倘若你自己尊重这智慧 你就是在教导其他人尊重那个智慧 为什么说 我一直强调说 我一直在讲 我自我介绍说 我是Michael Moose 因为我尊重这个智慧 要求人家叫我 要求人家叫我Michael Moose 因为我要他学习尊重这个智慧 OK 没问题 我们下期第五课 类型与平衡 武通知识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类型 第一 使徒 使徒的智慧 似乎包含了其他知识的类型 这些以后会更深的研究 这是一个介绍 二 先知 先知的知识是很有取发性 他借着天上的末世和启示之间传述神的话 他跟讲 先知 先知跟跟牧师讲到是两回事来的 如果一个先知站在台上 他会给你很丢你很多的启示 以前你读过的圣经 由他去讲说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讲到 为什么我没有 我忽然间看到亮光 这些先知的不同 跟一个在台上讲到的很不一样 三 传道 或者传福音 传道是上帝直接示以传道的属天能力 这样的人 他们讲到不用太过研究啊 给你希腊言文啊 什么准啊 不用的 随便讲感觉你就能信耶稣了 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恩高 是 教师 教师知识是牧养上帝 牧师 牧师的知识是牧养上帝的羊群 OK 第五 教师 那些教导上帝话语的教师 和普通的老师是有分别的 他们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教导的人 很多教会 因为他们教会有很多的学校的老师 把他们放在安置他们在主治学当老师 安置他们去教查经邦 这是一个 对我来讲是一个灾难的 学校老师不一定有教导的恩赐 他会教导乱七八糟无理无头 我跟你讲 这是一个很不适开玩笑的事情 五重知识的设立并赐给教会 乃是教教会能够平衡 五重知识在早期安提亚教会的宣教中心 是相当平衡的 平衡的 四 而有果效是极重要的 三 有些教会 祷告会等 等等 失去意象 他们只期待一脚踢的传道人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我们现在慢慢朝向 我们不要这样一脚踢 四 另一个积极是有些过度强调某一个自卫 而没有思考传道人真正带来祝福 是当所有的恩赐上显的时候 不要太强调 有些人现在很多强调说先知性的教会 使徒性的教会 随随便便你看到那个人 他就放他自己名字叫先知 随随随随 使徒随随随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这是一可喜的事情 也是一个可怕的事情 等下我会解释 基督把五重知识的不同类型 放在他的教会 是自得欣赏的 同时意识到所有的类型 都是达到圆满和成长 都是很重要的 第一 教师批判传道 过于表面 激动 这是不对的 你看如果说 你会发现到 所有那些大不道家 那些拯救灵魂的传道 他们是很激情的 他们讲话是会感染你的 他在那边台上呼喊的 教师是不行的 教师是很稳重的 所以教师去批评传道人 这是不对的 就传道那些传道 不道家是不对的 传道有时候指责教师过于箍照和啰嗦 然后那个传道就觉得 做教师很闷的他们教的东西 这样的成闷很啰嗦的想太多了 这样就不对 OK 传道和教师联合声称先知过于极端和着了明 这也是不对的 因为 因为先知常常看到异象异梦是不求事迹的人 他永远活在那些幻想里面 他说先知是不脚踏事迹你可以讲 OK 第四 上述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过于强调在某一种知识上 或者压抑 某一种知识都是消灭圣灵的行为 上帝设立每一个五重知识是叫教会皮子纠正和互相补助的作用 以便检查和平衡的需要 第一 先知是取发教师的 第二 教师是让先知稳定的 所以都是复补的 你看有没有 不能太过 传道是提醒我们拯救世上的灵魂 以及传福音的重要 教师是叫我们看见这些被救后的灵魂是需要照顾的 第五 使徒是根据上述所有带领教会为基督征服新的领域 五重知识的最集中目的是统一 不是分裂 以佛所书第四章十三界写着 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不是分裂出来的小派别 一个人可以认一个多过以上的知识 所以我们把他们分开来并且定义它 所以我们把他们分开来并且定义它